引起全球关注的前首相 杜斯里纳吉SR系国际公司案 判决今天出炉 吉隆坡高庭裁定 纳吉涉嫌挪用4200万令吉的七项 失信滥权和洗黑前罪 表面罪名全部成立 下个月必须出庭自便 纳吉的首席辩护律师 丹斯里沙菲仪表示 此案将会上诉到联邦 这场司法战预料 会达到下一届大选之后 大批国内外媒体和支持者 今早集满吉隆坡高庭 只为等待我国第一位 被控的前首相 纳杜斯里纳吉 涉及的SR系国际公司案 审判结果 纳吉八点多抵达法庭时 一脸从容 还停下脚步和支持者握手 才步入法庭 支持者现场高呼 波斯固口号 并为纳吉祈祷 SR系案经过57天审讯 传召57名证人后 承审法官纳兹兰宣读判词时表示 控方提出的种种证据显示 纳吉滥用职权 完全掌控SR系公司的利益 挪用4200万令吉资金 汇入私人引通铺头 虽然种种行为 发生在不同时间点 但一切可追溯到一宗交易 甚至牵涉一项阴谋 有鉴于此 纳吉面对的三项失信罪 三项洗钱罪和一项滥权罪 全部表罪成立 纳吉之后选择在证人栏宣誓自辩 法官则定下个月3号到19号 一共10天进入第二阶段的审讯 纳吉首席辩护律师 丹斯里沙菲尔表示 有关结果出乎意料 他们和纳吉原以为 七项罪名都会被判 无罪释放 对于今天的裁决 他们会上诉到联邦法院 六十六岁的纳吉 也是北根区国会议员 综合他面对的七项控状 一旦罪成 可被判监禁最高二十年 罚款和编失 纳吉今天下午在脸书发文指出 辩方将在下个阶段 传照证人共证 届时他有机会还原真相 洗脱罪名 NTV7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